这盘棋将近是王图霸业 2024年的十番棋第十局 不容易 以前都没下满过 这是第一次下满十盘棋 红方许文学 黑方是流泉 可能因为许文学大师 是96年的个人赛第12名 金胜大师 多年的话九复战阵 所以这个棋下的稍微缓了一点 但是不影响 开局走了个飞向 双方呢 无尽马 黑方抢战河口 红方则是呢 走这个屏风马 黑方到这的话 走阻底炮 红方出拘 常见招法是拘于平二 那平炮的话 他是希望呢 升东击西 开出左边大子 红方就利用这个炮 出得快 跟他对一下 那黑方这个棋不对的话 就浪费一部棋 对完一吃 跟住他 黑方呢 就赶快去对拘 如果对掉 差不多 不对的话 这个棋红方就有先手 黑方的话选择踩进来 那么这儿的话 也是一个选择 当然这个棋上马可能更好 因为你吃马 他可以先出击尸炮 再守住打局 所以这个棋更积极一点 直接踩的话有点失弱 红方上马 黑方上马之后 红方这个棋 他平炮 你补向之后不让过兵 他巨线出来了 所以本来的话 这个棋啊 先上马 如果红方上外马封鞠 他自己鞠也出不去 这样的话比较好 那现在这棋啊 黑方鞠没出来 这个马 着急了一步 接下来 黑方从边线 准备杀出 红方过河鞠 希望对调 简化局势 红方肯定是不对 准备冰三金一冲过去 这个很厉害 对方可能是想走一个金炮 打局 但是呢 没有用呀 你打他把马吃了 因为他后面有个炮 到这的话 他是在等 等红方挺平之后 有一个金鞠 吃马了起 那红方就不行 关键是人家有根 现在打着你的马 怎么办呢 黑方选择是对局 对完之后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对桌 他希望你一打他一打 一吃一吃啊 双方尽快交换完 那这个棋 红方当然可以这么走 只不过呢 这样走下去的话 就有点俗 因为红方现在 有很大的选择性 他这个马一上之后 就可以踩炮 炮一走吃你的马 咄咄逼人 黑方是非打不可呀 关掉以后 这个马仍然受攻 他就退回 那这样的话 跟刚才就不一样 刚才可能是一盘合起 虽然也能赢 但是这样的话 很可能会获胜 这样显得更精彩一点 横扫先军 那么黑方先补式 他是想上马 又怕人家踩中向 这些攻击他 这边关键还有个打底相的棋 所以先补一个比较稳 接下来 这个棋走了个上马 这招铺槽确实是不好应对 他选择的招法是上马 提前守住 红方 马可以跳下去 锁住对方 准备能平局抓马 黑方自然是要保的 即便你知识也是一个道理 他退回把局对掉了 这个棋就声东击西 蓄黄一枪 那么一旦一对完之后 这个炮移过来 就可以被对方阻打掉 马炮三兵就必胜了 这儿的话 红方他走的招法是平局吃马 也是一步 是他应手的好起 黑方能走的就是马一进三 红方如果吃 他可以对吃 你锁住马 他马可以退回 这样的话还有得下 但是依然是红方占优 那么黑方也只能往这走 他马一进二的话 其实是 把这个马走到胡同里面去了 红方只需要回马就行了 无论你吃或者不吃 他一平局这个马 就要被抓死 到这儿就非常尴尬 那这样的话就速胜 得子了 到这儿回马的原因 就是不让对方 进足过来防守 或者退回破相 实战可能双方下了九盘旗 已经杀蒙了 红方他就下兵 认为控住他就行了 没想到黑方这个小猪过来 形成了一个反击 所以到这儿的话 一旦这个炮一走开 有窝朝马的棋 这个马就起死回生了 红方到这儿就不太好控制了 所以一看这个棋有顾忌 就退回跟他换了算了 那么对黑方而言 只要兵吃掉 现在把马一吃 那这个棋 双方可能就平稳了 但是的话 临场的话 他这个棋 没有吃兵 而是选择拱炮 这个也用强 他以为这个棋 把炮一拱 你一吃他杀回去 这样喝的更彻底一点 没想到这个棋 等你拱炮的时候 人家有一个点菊 到这儿就尴尬了 他忽略的是自己马位比较差 你要敢吃的话 跳一肩把菊抽掉 这边有两个兵 那是必胜的 一个兵就够了 所以黑方他又不能去吃 这样的话就很痛苦了 到这儿选择招法师 进足 那么对红方而言 他就上马 锁住对方 黑方的话就直视 红方平兵 黑方的话就进去抢中兵 红方不让 黑方过来硬抢 这个机会难得 红方能走就是 居过来抓士 一破士就赢 对方肯定要补士 冲下去 你要吃兵可以破士 现在马也跑不了 这个棋非常尴尬 比方说你这么做 吃完之后 这儿这个棋 你现在要么就上一步 要么就出来 红方都是补格士 这一出老帅 就硬吃马 活胜了 所以这个棋 你不能吃这个中兵 那你很可能再平过来 希望他一吃你一吃 但他就吃 你一吃他拱下去 现在这儿还有个兵 你单试 那就要输 所以你只能说是试掉 这个时候呢 你要是吃试 他就把马吃掉了 所以红方这时候不着急 先退回就行 这样的话抓着试 对方是跑不了的 那这儿的话 就算拒苦手 人家拒马兵 将来还是有机会 赢 但是实战的话 红方没有走到这个棋 应该是下多了 他是冲下去了 结果被黑方给盯了一步 这样的话 他一吃 人家一吃 再一吃的话 他吃掉 然后退居 想要去吃足 那这儿的话 人家可能就进去吃兵了 你兵一走的话 麻烦一队 但是你居兵刚好赢不到 所以这样的话 双方就占平了 那这盘棋 K夫是一拨三折 本来红方是有机会获胜的 但是黑方走得也是很蛮强 所以红方的话 因为下多了 也不敢冒险 所以呢 就稳稳获胜了 这样一来的话 是许文学 11比9 战胜刘全 最终夺得冠军 那刘全是亚军 加上之前三次 已经是连续四叶亚军了